歡迎收看今集的靈異村 又是村長和大家主持靈異節目的時間 今天我們的冠軍是Wing Li Leung 開牌 我們打卡的冠軍 就是頭一名的 跟他開一個陀螺牌的服務 最近你有悲哀的情緒 你困住在一個僵局裡 你這個悲哀的情緒無法伸延 令你最近有點不知如何 但這件事不是無此境 因為這件事差不多已經完結 只不過是你的情緒還在 他就告訴你 你不要再留戀在那件令你有困局的事件 既然他快要完結 或者差不多完結 你任由他 直接忘記他 他說 如果你不是這樣做 你做人很為難 因為那件僵局的事 或者你在裡面 就覺得那些人不太認同你 所以令到你很容易之旅不安 但是不要緊 因為我彭英說了 你這件事是完結 或者快將完結 所以不要再記怪心 OK? 看看大家說些什麼 阿森丹說 打完兩針 你是不是很威威 打復必泰 厲害 阿澤峰說 打完之後心跳得很厲害 你有沒有 好了 新娘 不要緊 你打完兩針 即是可以抽獎 你即是可以抽獎 好了 這個閒話家常說完了 先來講一些靈異新聞 我們村舟99 我看到他還沒打卡 即是今天去遲到 其實台灣有一個新聞 我覺得挺有趣 就叫做苗栗花香的幽靈 為什麼說 99在這裡 不要說 你先去台灣可以打卡 原來是這樣的 這個苗栗花的幽靈 這隻鬼魂 是很出名的 你如果在網上 如果找苗栗花香幽靈 你都會找到它在哪裡 就是這樣 相傳在苗栗花香 即是在那個地方 有一個村民 他就做夢了 他就夢到有一個很年輕 十幾歲的姑娘 但他就穿古裝 就來報夢 就告訴他 你們建造這條路 影響到他的家 他家是這裡 一路伸上去 因為那些村子發展 就是建造 他就心想 我在這裡長大的 這裡每家會戶 我都認識 何來那裡有戶人家呢 他做完這個夢 走上去看 發覺是一間爛的祖屋 沒有人住 他才去問 問回原來是 以前那戶人家 她的女兒 十七歲的時候 就坐著橋 走過的時候 剛剛山梨傾瀉 倒下來 就活埋了她 那女兒的屍體 就留在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的村廟 就供奉 他就說 我得知了這件事 原來他們還有很多故事 原來相傳他們說 想當日 起這條屍體的時候 就是他山梨傾瀉 挖回這條屍體出來的時候 就發覺很優香 是花香 因為他不是即時挖回這條屍體 他是若干年後 才挖回這條屍體 就是找回這條屍體 就發覺 就說當時花香 就問一些收道的人 就說 這個姑娘 因為她很年輕 而且一生都沒有做壞事 而且她在死的位置 就自我修行 就是保佑過路的人 因為她自從那件事之後 就沒有再發生過山梨傾瀉 那裡就沒有再有大件事發生 就相信是這個女子的鬼魂 就保護著其他村民出出入入 就是因為她心底好 她就開始收到 所以當找到屍體的時候 就有花香 原來有修行 就來新鮮的人 就有這種花香 所以就把這個姑娘 放在廟裡給人供奉 她的廟裡有個石像 有個碑石碑 她們說 如果在大時大節 上香給那女子 你都會聞到這陣花香 維持20分鐘左右 但附近是沒有花的 很神奇的 所以這個廟裡 花香幽靈的故事 也挺特別的 好了 先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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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說 另外 就有一些 有一些當兵的鬼魂 那她就說 當時這支 就是台灣有兵役的 那她們年齡久就進去當兵 那她進去當兵的時候 有一晚就做了一個夢 夢裡面就有個棺材 那她於是就 看周邊沒有什麼人 那她就好奇想看一下 棺材裡面那個是誰 那她於是就 共過去 看一下那個棺材的樣子 一看 就看到她當兵隔離 床位她的同伴 那她就心想 說死啦大吉利是嗎 看到他們這種事 不敢告訴她 那就是有一日訓練 這個同伴 這個軍人 突然暈倒 然後 送走她 她倒是出 dungeon 但不知有什麼 她心就是agar 就趕して 湊了 我的夢 Passing 這些是零義的地方 他有一個苗栗花香的幽靈 另一個就是當兵的故事 好了,就說回靈異的常識時間 大家都聽過華倫夫婦,是嗎? 經常都說,村長以前都說過很多次 她的故事拍戲拍到爛了 但是華倫夫婦博物館裡面 有什麼理由才不知道浪費呢? 我準備了一些照片 就是華倫夫婦博物館裡面的樣子 裡面是很壯觀的 我這個網上找到的資料 大家也可以在網上找到的資料 因為我都準備了幾張照片 當然大家會是很出名的Annabelle 但是我們有些更新的 Annabelle不見了 為什麼呢? 因為華倫夫婦的分別已經過世了 華倫夫婦就先過世了 然後她的太太就過世了 她們兩個分別過世了 他們這個博物館 就說將會在2022年開放給人看的 就是做一個真的博物館 但是有傳最出名的Annabelle 說她不見了 因為他們本身就說Annabelle 她是一個毛術娃娃 她是可以將靈魂寄存在一隻貓上 派一隻貓去做事 然後回來 她就說最近Annabelle是不見了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是人為偷了 還是真的這個公仔有邪術不見了 最近說沒有了 不知道遲些會不會供出來 好了 原來在這個博物館裡面 有十大邪惡的物品 當然她有很多款 但是有十大物品 有機會的話 將來她的開放可能會多些 讓你們接觸 那你是要知道的 要有些常識的 第一件物品是什麼呢 她有一個琴 那個琴的故事都很慘的 就是說擁有這個琴的太太 她的丈夫去了打仗 有一天 有人敲門 原來她的丈夫戰死了沙場 人家就送她的軍牌回來給她 這個太太就很傷心 她就坐在這個琴前 因為她本身在彈琴 突然有人按鐘 她就坐在一個琴前 然後就說她在一個琴前 就自殺 過了身 自此她的靈魂就附在這個琴裡面 這個琴就會無緣無故自己彈 就會響起 所以這個是一個有靈魂的琴 她就不算是這個靈魏很厲害 很害人 不過就應該會吵怨巴閉的琴 其一 第二 有一套婚紗 在華倫博物館裡面 這套婚紗 就叫做白夫人婚紗 原來這套白夫人婚紗 是從一條聯合公路拿回來的 相傳這個女鬼是會在這個公路出現 如果你車走過的時候 你突然發覺 眼前一片通紅 或地下有紅色 代表這個女鬼就會前上你 會來拿你命 所以就是這個邪東西 後來華倫夫婦就把她收了在她自己的博物館 就一直叫神父有空做一些僱邪的 竹聖 即是聖結她們 竹聖 叫什麼 灑聖水 即是 祈祷土 等她們安息 第三樣物件 就是一張相片 這張相片 就是被詛咒的照片 那張照片是什麼 那張照片是原來 發生了兇案的一張 慘案照片 即是發生了一個兇案 現場有些警察拍下照片 原來那張是一個兇案 慘案發生的照片 這張照片 原來就是這樣的 你看她超過10秒 你就會發惡夢 夢到照片中遇害那個人 而那個人在夢中 就會來追殺你 所以這張照片 就是她們收納回來 盡量讓她們不要害人 即是令人發惡夢 這個公仔 有特別的 剛才那張照片 就是不見了Annabelle 這個公仔 有東西的 這個公仔 叫白點娃娃 我稍後會說到 這張照片 第四件事 叫惡魔面具 在這個博物館裡 有很多個面具 每個面具都有不同的故事 其中一個最出名的惡魔面具 是怎樣的呢 是邪教組織拿回來的 原來這個邪教拿回來的面具 你戴了她之後 就會很喜歡殺人 成為殺打仆人 就會有副殺人人 所以這個叫魔鬼面具 讓她拿回來的 好了 第五件事 就是通靈板 第五件事 是VG波通靈板 玩過的人 都會不幸離世的 所以這個通靈板的主人 就是玩她那些人 通常都是過了生 所以他們就不想 這個通靈板再害人 就拿回來 那這個通靈板 怎樣殺人 原來是這樣 用這個通靈板 去召喚那隻鬼 原來是一隻惡魔 而每一次用這個通靈板 都會召喚那隻東西 而那隻東西 就會纏著她的主人 直至死為止 所以就算你現在去到 華倫夫婦博物館 你把這個通靈板 來玩 相傳都是召喚這個惡魔 他們為了不可令這個通靈板 害人 就把通靈板封在博物館裡 不讓人玩 希望他們過了生 就不會因為開放這個博物館 被人把他拿去玩 因為相傳玩都不行 第六件事 就是這個白點娃娃 就是想中這隻娃娃 這隻娃娃並沒有Anna Bell那麼恐怖 但這隻娃娃是怎樣呢 它會移動的 它是可能在客廳 突然看到她在客廳 她在客廳 這個娃娃 就不是做一些恐怖事 只是一個逃氣的娃娃 為什麼呢 相傳這個娃娃 是很不捨得離開她的主人 很黏著她的主人 譬如主人把這個玩偶放在客廳 他自己進房間睡覺 睡醒覺這個玩偶就會在她身邊 所以就是一個會移動 你知道她是有東西的娃娃 但她又不是去到很恐怖 不過這樣啊 你去到哪兒跟到哪兒 我也覺得已經很恐怖了 你想想你去完洗澡 一打到她的門口 睡覺 她在旁邊 都很害怕 但他們說這個 只是一個不想離開主人的娃娃 不會殺人的 第七樣 是一條項鍊 但這條項鍊 叫做 撒旦的項鍊 它也是在邪教組織裡 因為這條項鍊是做過很多很多次的獻祭 所以戴上去的人 會窒息死亡 直接就詛咒你了 所以這個也挺恐怖的 好 待會說完這十大物品之後 看看你們最喜歡哪一種物品 第八樣 邪靈之書 這本書是邪教組織裡的人 撰寫出來的 他們寫這本書 好像教材一樣 教科書一樣 就是教他們的教徒 如何召喚惡魔 召喚惡靈 令到人們可以變成惡魔的僕人 他說這本書 是會控制人心的書 會控制到你是不能自拔的一本書 所以這本就是邪靈之書 好了 第九樣東西 那本書是一個雕像 是金蛇雕像 同樣在邪教裡面 人們搞不定 被他們搞定 這個雕像 這個雕像 很有趣 不是很有趣 很恐怖 他一碰到血 他就可以 幫你 去拿人的命 即是怎樣 很複雜 究竟是碰到我的血 我會死 還是怎樣 舉個例子 我的血 滯到金蛇雕像 我可以叫他幫我殺一個人 但是你的代價是縮短自己的壽命 好像我們亞洲蛇說的下降頭 是不是很像 西方都有這些事情 他是這個金蛇雕像 如果有機會去博物館看 我想我都是獨立五六七個鐘 叫幾個不走的人 每個人都知道 他故事的底蘊 我不研究到爆 第十樣東西 就是惡魔之球 是什麼 它很有趣 上面是一個水晶球 一塊水晶 但外面有些金屬包著 我以為會亮燈 下面有一個鐘 他就說原來是這樣的 你只要把雙手放在水晶球上面 一分鐘左右 你就可以看到你自己 即是在水晶球上 你可以看到你自己 但你要小心 因為你一用它 就會叫它惡魔 而且這個時候 惡魔就會站在你身後 然後它就會一直跟著你 所以這個就叫惡魔之球 那 莫物館 比較出名的十樣東西 就跟大家說了 當然還有更多物品 故事背景 我相信都非常特別 他就說2022年 會開放了 那2022年 我就看看 那個 即是 有沒有人真的去 或者 當時可以飛回來 可能我也想去看看 這個博物館究竟是怎樣 接下來 就開始 說一個日本的都市傳說 除了日本的都市傳說 今天其實還有其他東西 還有 關於 黑暗的 歷史恐怖的東西 就是生命之傳 在說生命之傳之前 先說說日本的一個恐怖的都市傳說 這個都市傳說 連NHK都不敢報導 相傳說 那些人去問NHK 這個是不是事實 等等 他們都是不敢說的 在日本一些知名的論壇 那裡 就曾經有人鋪過一些文 引起了別人好奇去聽 那標題就叫什麼呢 標題就叫搞島事件 非常神奇 搞島事件 分別有兩個不同版本的故事 所以今天呢 我就先跟大家說 兩個不同版本的搞島事件 版本1 搞島事件是這樣的 搞島是一個地方 並不是一個人 相傳有一個男子失蹤 他家人一直都找不到他 音訊全無 就在這個時候 就有人靜悄悄留言給他家人 就說他兒子其實在搞島那裡 於是他家人就把這件事告訴警方 那他們就去搞島那裡 就找一下 看看找不找得回失蹤的人 果然找得回 不過呢 很可惜 當找回他的時候呢 他就已經是過了生 即是已經死了 已經是一條屍體來的了 而呢 這個屍體上面呢 並不 即他是怎樣死的呢 發覺他身上出現了很多人類的牙齒痕 即是不停被人咬死他 那他的死因是非常之樸縮迷離 而為什麼他會去那裡呢 搞島那裡呢 亦都是無人知道 這個是搞島事件的其中一個版本 搞島事件呢 還有另外一個版本 這個版本呢 我覺得呢 就是恐怖很多了 網絡上面呢 就是曾經有些人 就是銷售一些 咸濕相 咸濕相 你知道他們那些 黃色事業 是很暢旺的嘛 那很有趣啊 我們香港人呢 形容咸濕這個顏色是什麼 黃色 那日本呢 形容咸濕這個顏色呢 就是粉紅色 那我日文呢 就叫做 MOMOIRO IRO就是顏色 MOMO就是土 水蜜桃的顏色 就是土 老人是壞東西啦 所以他們呢 黃色的事業 就叫MOMOIRO 對啦 水蜜桃色的 或者叫粉紅色的 那 那 每個地方呢 形容的顏色都不一樣 金蛇 雕像 短命一點點 可以啊 可以脫啊 好啊 哈哈 馬上有反應 之前 寄了一本書給你了 好了 繼續說了 那 日本呢 曾經在一個論壇 出過一些姿勢 就是賣一些色相 就是說呢 如果呢 類似那些暗網的東西 聚集一班變態 不是最多的 不要這樣說 色無罪的 OK 我經常覺得那些人 蠢色是沒有罪的 色無罪的 OK 就是殺人變態才是犯罪 就是殺了一個人 或者是做了一些蠢事才是犯罪 色無罪 那些人呢 就進去 就是給錢 就看色無罪 那當然 日本呢 就是 日本的人 很疼得給錢看色無罪 就是你在香港 我看到 說壞事就醒了 那 自問啊 你們男士啊 是不是都覺得 車體這些 需要給錢 是不是一定這樣 香港一定是這樣說的 我真的 問問了同事 哪有需要給錢的 但是日本不是這樣 日本呢 他覺得 那些三上游 他給錢去買一隻珍藏 那些呢 那些呢 好什麼呢 問問小花先 那些 那些 寫真 你會不會給錢買 錯 還是你覺得 我當然不用給錢 還是你還是這樣的心態 他說不用給錢 小花 哈哈 好忠肯 小花很喜歡你 就是夠忠肯 但是日本不是的 日本呢 他們呢 就是 現在有些人還在收藏 公宅李偉 那些寫真 就是他們真的 花錢買的 好捨得花錢的 好了 那 壞事說完醒了 OK 說回恐怖故事 讓你們放鬆一下 說回恐怖故事 那 哄他們呢 進去網上 就銷售那些色色相 啊 99說 我經常收到美女照片 WhatsApp對話 我不理會她 你們應該最近 會收到很多美女的照片 叫你投資 是不是 困你去買股票 困你去買什麼買什麼 對了 其實是跟你說話的兒子 好 說完 繼續說回恐怖故事 那 於是當然會引了一大堆 同好者 就進去她的暗網 她的指定連結裡面 就去付錢 買相片 因為當時她的說話 就是妙齡 可能是一些 未夠清的 十幾歲的女生 即是色情 誰知道當她們付錢 得到回來的幾十張照片 和片 原來就是強姦 一個智商有問題的女生 而且強姦之後 還要把這個女生殺害了 整個過程 非常殘忍 血腥 而且還要附帶著很多張照片 是那個女生的死相 那個樣子 然後呢 發生了很恐怖的事件 陸續有來這件事件的美縣 拍二回來告訴你 親愛的觀眾 是不是很想買 娜永恆令義村的節目呢 方法很簡單 冷靜一下 聽著 首先你在我們的網址登入 你就要用Facebook 或者Email登入 登入之後 你就要選這個節目付費的方法 然後你在購買節目裡面 知道選我的節目 就是娜永恆令義村三個月 不要選錯 阿Jan說明是選錯了 不回水的 選了我們的節目之後 你就可以選擇付費方法 分別你可以用PayPal Credit Card 或者銀行入數 如果你是用PayPal 或者Credit Card 的話 基本上你一買了 就立即可以隨時收聽我們的付費部分 但如果你是用銀行入數的話 你就要傳回你的入數指給我們 我們就會幫你開通 是不是很簡單呢 還不立即行動